究竟這輛Model S90D5還是Canon R3快一點呢 等一會就告訴你 Model S這輛車0至100加速4.4秒 雖然未達到Supercar那種速度 但因為它有電摩打低著那種瘋狂爆發力 其實拍得住不少落場的賽車 但我都拍得到 誰設計機呢 拍車其實不用30fps這麼快的連拍 反而是比較考追焦的功力 輛車正面地衝過來相對速度是最快的 亦是最難跟到對焦 R3現在用了DJX主力器 它的Duel Pixel AF2系統 本身已經做了每秒60次運算 聽起來就已經很快了 再加上它的Deep Learning系統 現在加入車輛偵測 動物偵測 動物偵測 人體偵測 如果用一些比較細光鏡鏡頭 例如F11的RF 600mm 800mm那類的長鏡的話 對焦區的Cover範圍 只有畫面的80% 不過有一件事我就覺得好很多 以前Canon的機器 如果要用主體追蹤 面部對焦的話 就要用全區域對焦才可以做到 即是用Face Detection的時候 就不能用單點對焦 現在Canon終於開了竅 R3的主體追蹤功能 可以在七種自動對焦區域 都同時用到 包括單點AF、彈性區域自動對焦等 現在我們這些旗艦機 一般來說 我們高速連拍都不會有畫面遮黑 我們一路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畫面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但如果我們拍攝一下東西 旁邊有一些很重要的突發事件發生 例如我們拍攝賽車時 旁邊炒車 我們可否立刻脫下主體 去拍攝旁邊的東西 我們用R3檢查了Custom Key 就可以在自動對焦 或連續拍攝期間 開啟或關閉主體追蹤功能 很多朋友都說想知道 R3用電子快門時的果凍變形明顯 我們就試用來計劃車 看看背景的線有沒有歪到 現在就是工程機樣本 量產時可能會更好 Hanlon說明 R3主要是運動 新聞 婚禮和活動攝影 運動又不厲害 我找了最有運動細胞的Hana 過來幫忙 嗨 嗨 大家留意 剛才說這幾個題材 都有人在裡面 所以R3的頭部 面部 眼睛偵測 和新加入的身體偵測演算法 正正就是這部機的殺手間 以前試一DX Mark III和R5的時候 都覺得他們的頭部偵測自動對焦 非常可靠 現在R3還加上身體偵測功能 就算看不到頭也認不到身 拍攝體操跳舞這類扭動比較多的相片 就很有用 再加上機的30fps連拍 拍Hana踩Roller 就硬是覺得Hana不夠機快 剛才提到的幾個題材 都是一個共通點 就是除了有人之外 還要不止一個人 所以如果只靠面部檢查 又或者身體檢查 這兩方面 就很容易對錯焦 對著旁邊的人 R3新加入的眼球控制自動對焦 其實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而設 眼望哪點就對哪點 雖然我們轉對焦點 可以用機背的Smart Controller 又可以用Joystick 又或者用Touch Monitor 但如果我們用EV App 當然用Eye Control 就會比較方便 我覺得用Eye Control 轉對焦點反應都頗快 所以暫時停止主體追蹤功能 我覺得可有可無 如果我們就這樣用Eye Control 對焦的話 有時我們因為看別的構圖 都有時可能會對錯了別的地方 我就建議可以在一部機器 設定兩種不同的對焦方法 前面的快門釋放鍵 你就可以用普通的對焦 後面的AF鍵 就可以設定眼球偵測自動對焦 你就可以很快地決定 自己用不使用眼球控制自動對焦 雖然它有很多Custom QAZ 又可以暫停追蹤對焦 又可以後面Eye Control 前面Eye Control 那些對焦 但你要熟習這三個鍵 可以在電光火石之間快速操作它 我自己覺得難過駕駛棍波車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很快地運用到它 就記得平時先練好它 另外這部機器的拍片功能也頗強 我就找CAMMAN給你試試 雖然它的6K鍵比R5差一點 但因為它省位一點 又沒有那麼容易過熱 就算我們拍攝6K Oversamble 4K 都可以拍攝得久一點 再加上它的電力便耐用一點 所以實用性反而又覺得好一點 我自己覺得它的4K 120P 都算是頗驚喜 它可以支援到Servo AF之餘 還一樣可以追到人 動物和賽車 畫質都比之前的機器好一點 但都一樣保持著沒有收音 覺得聲音是有用的話 想調整正常速度 你就沒有辦法用到 譬如以前看的動作片 爆炸跳樓那些 很流行慢動作是播一次 再正常速度再播一次 現在這部機器是做不到的 一個奇怪的是 它的HDMI頭 都不知為何還是用最小的一種 我自己覺得很容易插爛 而且它這個反螢幕 輕輕地插起了 已經阻礙你反插不住 所以這件事就看有沒有可以攪拌 另外現在R3 就只是提供Canon Note 3 而沒有了Canon Note 2 Canon Note 3的好處就是 暗位乾淨一點 和比較容易做grading 但Dimember Range就沒有那麼多 這件事都真的有辣有不辣 很多訂了一機的師兄都說 很喜歡這部R3的一體化機身 即是來自直導這件事 覺得這樣才像一部旗艦機 我自己覺得 其實有個直導拍人像真的很棒 加上一些特別的角度 譬如我們拍Pan車也不用 一定是還到 我們可能直到Pan車也可以 至於跟A1是怎樣相比 A1就是分系式設計 原本就是一個小型機身 你可以加一個直導 A1就可以拆開來用 你不用直導時就輕身一點 說堅固性當然是一體化機身會好一點 我發覺很多用家的感覺 都是覺得一體化才是旗艦 拆開那些硬是像一級一樣的 以前Canon的單反 一向它們的紋皮都比較硬一點 所以你用了很多年都是這樣 可能會爛其他地方 但那隻皮應該不會怎樣爛 現在R3就用了一個比較軟的紋皮 好處是握手會比較絕手 感覺上是貼手一點 但會否影響它們的耐用性 這個都需要時間觀察 R3就說用了EOS 1DX Smart 3的 同級防塵防水滴設計 作為旗艦機都應該要有這些配備 但我想說會否真的叫做同級呢 我有少少保留 因為1DX Smart 3的螢幕 是固定式不會讓你轉 但這部R3始終要兼顧拍片 所以它會有一個可以翻揭式的屏幕 這些校位會否影響到入水的功能 這件事又要時間驗證 另一個我覺得比較實用的改進 就是R3加了一個Multi Function Hot Shoe 即是有一個電子摺點 就不需要有那麼多插線的情況 現在有些3rd party 第二些廠商幫它出了一個XLR Audio Adapter 可以插一些XLR的麥克風 令敏度可能高些 又可以有Phantom Power 不用插插線又不知是否穩陣 這件事我覺得對拍片或拍片或拍照 都可以實用的 很消息 對拍片 快遇到 快遇到